疯狂的大猩猩,攻击狮子王 这大猩猩一天玩的开心 这个是关在动物园里的大猩猩 好多都是银背大猩猩 看着真的呆萌可爱 个子站起来两米多高 他们在野外的时候也很少上树 基本上就是在地面上活动 攻击性很强 看看这个个头大不大 这牙齿啊 咬合力很强的 直接把玻璃砸碎了 这小暴皮线 这要是放回野外啊 那得多么凶猛 在这个动物园里面呢 已经驯化了不少 野性啊都没了 每天呢互相打斗 这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 这个活动的场地啊 还是不小的 够用了 这打起来啊 真的开心 就是玩耍 没有真正的用力气啊 在野外真正厮杀的时候啊 这个黑猩猩相当烈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天理 这一天呢 玩的真的 比在野外开心多了 这老有节目了 看看他这个叫声啊 跟猴子啊 沸沸啊 差不太多 就是声音比较大 这也是拉帮结派呀 一会儿一会儿的 我们回到野外啊 到了森林里面 这个沸沸啊 对领地的战友权呢 相当在意 对入侵者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发现狮子了啊 这个首领啊 带领他的队伍 准备赶走狮子 进入他的领地啊 绝对美好 开始行动啊 来的就是马的啊 赶走狮子的称呼 疯狂的花豹 狩猎小水牛 这个小水牛啊 刚刚出生 非常的脆弱啊 给了花豹机会啊 这个花豹潜伏能力非常强 他狩猎水牛啊 基本上就是偷袭 来个突然心机 一旦被他咬住啊 他就会把小水牛往树上钻 只有在树上 它是最安全的 这个小水牛啊 非常调皮 不要离母亲太远 要不然很危险 这花豹已经过来了 来个突然心机啊 直接锁猴 我们看看啊 母亲前来救援 这成年的大水牛啊 一吨多重 相当的坎盖 花豹想狩猎成年水牛是不容易的 看一看啊 母亲直接把花豹啊 干跑了 没有成功啊 今天水牛啊 绝对爆皮线 枉死了干花豹啊 这是 一点机会没有 所以说这个花豹啊 狩猎必须得 装空的 要不然呢 很难拿下水牛 这水牛真的太强壮了啊 看看这个屁股上的肌肉 直接把花豹逼得走投无路了啊 上树 在树上啊 不下来是很安全的 千万不要下来 今天的水牛啊 不肯放弃花豹啊 必须把花豹打扶他 现在重型的水牛啊 在树下等待啊 这个花豹很聪明 它是不会下来的 现在看谁能耗过谁啊 水牛啊 迟迟的不肯离去 看这样最后啊 水牛没有办法 只能放弃花豹啊 但是最后的胜利 属于水牛 疯狂的野马 攻击毒蛇 一脚啊 踩死毒蛇 这才是真正的野马 爆脾气 绝对是练腿上活的啊 这个蹄子啊 相当的有力量 看一看啊 可以轻松的把这个蟒蛇啊 包括毒蛇全部踩死 野马呀 绝对不好对方啊 脾气啊 相当暴躁 这家伙匹斑马呀 还牛逼 这一群数量就算不少了 看看巨型蟒蛇啊 他准备偷襲 他准备偷襲野马 绝对不好使啊 这野马基本上就是前踢后踹 然后再一顿踩 直接把这个蟒蛇就干费了 这个野马群数量就算不少了 一看这野马呀 真是野性十足 看看这个蟒蛇啊 剖析野马 结果遭到野马的反抗啊 一顿踩 真的好使啊 最后野马胜利啊 干的漂亮 接下来我们看看 水牛和狮子之间的战争啊 绝对是永不停息 但是今天呢 水牛准备反杀狮子 为他的同伴报仇 这都是成年大水牛啊 这个牛角啊 相当的锋利 现在狮子啊 已经被赶出这片领地了 但是水牛还是没有放弃啊 必须把狮子打扶他 看看狮子王啊 也参加了战斗啊 正常情况下啊 一头水牛可以对付三头狮子 可以看到这么多水牛 能干多少狮子 没办法 就这么强大 直接把狮子挑起来啊 弱丹的狮子就死定了 直接包围狮子啊 今天这场战争 狮子胜利 猎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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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是喝出来了 必须要狩猎成功 要不然就要挨饿了 猎豹呢 是世界上陆地奔跑最快的动画 要是比速度啊 肯定猎豹是第一了 但是他的狩猎成功率不高 力量不够强大 只能挑啊 小骄马进行攻击 成年的骄马呀 他干不动啊 这潜伏能力也挺强 来个突然袭击 这个牛铃啊 头长得像牛 身体长得像马 又叫做牛铃 也叫做骄马 这小骄马很危险 看看这小速度是真快啊 现在猎豹必须合作狩猎 才能拿下脚马 这个脚马很倔强啊 不好对付 牛角呢 也很锋利 现在跳落单的小脚马呀 进行攻击 看这样今天猎豹狩猎啊 不太顺利 遭到了母亲脚马的完全反抗啊 现在母亲脚马保护的非常到位 这下干的挺狠的 这下干的挺狠的 看看母亲的前来救援啊 这小骄马伤的不轻啊 这一踢啊 挺给力啊 又来了一下 三只猎豹啊 没有狩猎成功